外匯这个程式嘛,里面有大家整理一下,第一个就是 关键啊,以后如果说 人家官网上面有给你开放资料的话 记得你要按右键啊,这边有个复制 连接网址,你就可以复制那个网址了 有些同学还不知道啊,不知道哪边找 其实还有像政府机关 有很多开放资料,他也已经把网址给你了 只是说他们没有贴心到 那个给你,他就是这样子给你啦 懂吗,所以你要就是按右键啊,去里面找 再不然你就要原始码里面找啦 有些东西他不会 这个,有些中间他认为这是你的 应该是,应该你要知道的 OK,好,不过我要跟各位讲一下 其实这个方法不是只有用在VBA啦 很多像手机APP要去抓取 这个上面的资料,也是这样抓的啊 OK,所以你会把很多手机APP 他可以自动去抓网路上面的资料 做法一模一样啦 OK,只是说换一个环境 换一种语法而已 其他都一样 像我这个抓资料啊 很多也是直接从Java 因为以前写过嘛 把Java改成VBA就好了 逻辑上一模一样啊 没有什么差别 所以你未来如果你这个会的话 你可以把它改成其他的环境啊 反正这些都相通的 那也就是说未来啊 大部分其实应用端来看啊 最好是一个来源给所有的装置 也就是说不管是电脑 或者手机 平板 一切哦 反正你都一个来源 通通都可以去抓 只是说抓的方式不太一样而已 但是逻辑上差不多 OK 好,那第一个 我知道他的网址之后 基本上就把这个改一下 这跟上礼拜的差别 我只是把它再从那边贴过来 所以基本上改这边 然后贴到range A1 所以那 有同学可能会问说 老师那是不是一定要 第一步一定要 其实如果你第一步确定 你都OK 那你就跳第二步就好了嘛 反正第一步只是说 确定你资料能不能真的放到 Excel里面 如果可以 那再往下走 如果不行 那你就要想说 资料来源是不是有问题 是不是要用别的方法去解决 那第二个就是说呢 去把一整栏切下来 再利用资料口析录制 这个录制 我刚刚也把那个 注解再打上去啦 其实没几个字 我是打得很简接的 那如果说你觉得这个太简洁 看不太懂 我建议你自己再把那个 注解写详细一点 因为后来我发现有些同学 那个注解他蛮贴心 他是因为他发现我的太简略 他有点看不太懂 那当然你可以自己写详细一点 这些是绝对必要 因为VBA说真的啦 他绝对没有那么简单的 你要把它学位 当然不是说你现在看一看 你就会了 那这样这样的话 其实这个就没什么价值啦 当然一定要花一点时间 我不可能讲太慢啦 因为我没有太 我们只有今天最后一次上课 所以有些东西会讲得比较快一点点 那如果你有些细节 假设不太清楚没关 回去你再慢慢看 那这些东西呢 也不是一下子写出来的 不过大家会花一点点时间 除了写完之后要做测试 当然基本上你要先确定一件事 逻辑对不对 你逻辑OK了 你里面的程式自然可以写得出来 没有问题 那怎么 写的方式不外乎就是说 如果可以用录制聚集 不然你就用录制聚集 如果没有那你就自己写啦 那比如说这边的话 我们把它做完之后 就可以得到最后的资料剖析 那用call call资料剖析 就可以就呼叫那个我们录制的聚集 所以以后如果你录完的东西 要再跟你原来的组程式做合并的话 其实很简单 call他就可以了 甚至call他的过程 还是可以再传递参数 传递参数 这个部分我们前面有用过 就共用方法 共用的一个程序 可以传递一些值 比如说像前面讲过 比如说什么 批示查询 批示筛选里面 批示筛选里面 我们就传递两个参数 所以call的过程当后面还可以传参数 好 那最后做完之后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那你把它执行 开个新的工作表 那我当然不加 就是这个地方 我不另外加那个按钮 我直接把它执行好了 这边基本上跑完之后 我看一下 就这一段 不过执行 你这边要从这边执行 有没有放里面 然后把它按个执行 OK 下载完毕了 当然如果你有需要 你自己再加个按钮吧 OK 好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跟他其他 当然格式啦 表格啦 你可以再加鲜艳一点点 好 接下来呢 当然 这个是第一种 就是说 如果像台银官网 很贴心 他有放了一个这个 就是CSV档 可是假设 如果一种情况是 他没有提供 这个 提供这个啦 那你这个 这个又是另外一种方法啦 如果这两个都没提供的话 这个时候你可能就需要怎么样 像如果都没有 你就 我刚刚讲 按右键 减4原始码 不过这难度 当然相对的就爆增了 为什么 你要把这里面程式码 要了解一下 了解哪 其实也没那么困难啦 你要抓的东西在哪里 我刚刚讲过 你可以用那个 选取这个范围 Ctrl C 然后在这边 去Ctrl F Ctrl F就寻找 把它寻找一下 他会告诉你 那我的方法是找前面 跟找后面 把前面跟后面找到之后 切中间的东西 切到哪里呢 切到我要放的储存格里面 做完了 不过 怎么做 我们 我先demo一下 给各位看一下 这边有一个 你们下载下来 第一个工作表是这个嘛 那有两个按钮 不过你们现在这两个按钮 按下去没反应 因为 这个 主要是因为 我把程式拿掉啦 我当然是希望你们自己 再做过一遍 OK 所以如果你 你这边假设VBA里面有的话 就是有这两个程式的话 按一下他就OK 我刚刚有把它贴上了 其实很简单 你来试试看就是 把这一段程式 跟这一段程式 其实就两段 他位置在哪里呢 其实就在我们云端上面 下载Sale 这边底下底下 在这里 程式码 这一段 另外一段在这里清除 其实可以改写 后面有个改写的 好 那我们先来试一下 按一下他 我要 我需要做什么呢 我希望可以 在网路上面看到的这些资料 可以快速的在瞬间呢 帮我把它什么 直接就放到哪里呢 直接就帮我放 把这些东西呢 直接就放到 我们要放的 你发现他拉宽之后 他 这些资料呢 我希望按下一个按钮 自动帮我怎么样 放过来 这个地方怎么做 最好是两边参照会比较 比较有感觉 这样子 比如说我希望把网路上面的东西 放过来 这边有个按钮 我试一试各位看 理论上按下去 下载完毕 左边的跟右边的 应该是一模一样的东西 那这个地方当然 看起来好像很奇妙 很神奇的 就下来了 但是中间怎么做的 这好像变魔术一样 不过说穿了就没什么了 你会变魔术跟你讲 原来是这样子 原来是骗人的 像之前不是有一个什么 他那个一个小丝 一个丝巾可以穿透iPhone手机 有没有 一来好神奇 那个丝 他的丝巾居然可以穿透 后来好像他解密了 就原来是有一条线 然后后面有遮一下 他有一个什么道具吧 弄一下 让你感觉看起来以为是真的 其实是假的 好 给魔术嘛 不过这个 这个也是 这个也是真的 那不是假的 OK 意思差不多啦 只是说 你当然这里面延伸性很大 就是你将来可以什么 每一段时间 自动去网络上捞 自动去捞 然后呢 他可以自动帮你把 你就不去 像之前有同学 每天都要去抓那个什么 聚恒网上面的外汇资料 那他每天都要复制贴上 复制贴上 那因为美元对欧元 美元对日元 美元对其他 这么多 他每天都要复制贴上 他觉得太麻烦 那他就写一个VBA 自动就全部抓完了 每天就事情就搞定了 OK 那这边的话该怎么做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 如果各位要点心理准备 这其实非常 蛮复杂的 但是也没有复杂到 你不能懂 其实我这段程式怎么来的 第一个 第一个是从那个 抓取资料到A栏的地方 从那个上面那一段 抓取资料到A栏这一段 把它复制贴下来改的 OK 那因为上面的东西都一样 抓资料都一样 因为反正就是从 我们的网站上 不过特别重要 我这个地方呢 就不是从CSV 而是要给他一个网址 就是这个网址 不是刚刚那个 那个网 那个CSV 然后所以他抓下来的话 就会是一个什么呢 一个整个网页里面的东西 所以当然我也是分阶段 第一阶段是确定 把它放在那个 这个A1里面 比如说这边 我把它放在S 也许这边把它改成Range A1 那底下的东西 我先把它mark掉 一直到下面 不执行 那这个时候我可以把它执行 比如说我这个地方一样 把这个范围先 就是常用里面的话 把它做一个跨栏置中 那把它执行过 各位可以发现 下载下来的东西呢 就会是原始码 OK 就是指的是怎么样 我抓下来了 可是我抓下来的东西 实际上是怎么样 把这个网页里面 背后的东西抓下来了 但是这里面东西很多啊 我不是要全部 所以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你就会需要分析一下 然后我的分析 就是第一个我用Find找到 这个跟这个 但其实只有其中一个是 你会发现上面的资料 那这边有一个是Fone 有没有 这边有个Hide 表示说什么呢 它会根据什么呢 实际上说Fone 才产生上面的东西 有没有 这个 极其 那可是这个不是 这个是只有一边嘛 要不就是现金 要不就是极其 所以我们要的资料 实际上是下面的东西 因为它有一个 这个不是我们要 我们要的是这一块 那这个区块里面 实际上我要怎么切呢 通常我的做法是这样 一 先把这个地方找到这一个去 因为你看一二三四都一样 对不对 那我就直接找什么 找这个区块 找这个区块里面的资料 然后呢 找到之后 它一定是找到头 头的位置 那后面再找什么 后面的这个东西的位置 所以找到这里 那我如何切到中间 切的话 我们会用到一个函数叫MID 这个我想各位应该不陌生 找的话用哪一个呢 用INSTR 找什么 找这个 跟找这个 头尾我都找到了 找到之后的话 我用MID切 可是MID会跟你要什么 要你这一个原始码的所有程 所有的那个字串 那第二个参数是从哪边开始找 从哪个位置开始 对不对 从这个位置吗 不对啊 因为这个位置的话 基本上 它后面还会切到这些 所以呢 必须把这个位置找到的位置 怎么样 再 再怎么样呢 再加上 这个长度 再加两个字 这个长度我记得好像40多少 46吧 再加上两个字 所以这个长度 也许我这边叫做I star I star的话 I star的位置 再加上好像48吧 然后呢 后面的位置 后面第三个参数是总要切几个字 那我怎么知道要切几个字 实际上就是这个位置 减掉这个位置 所以 I end 这个叫I end end减掉I star 然后再减掉48 就会刚好切到这个位置了 OK 所以 因为这个程式 比较稍微复杂一些些 不过我至少把那个 重点再跟各位讲一下 这个我把它改回来 改回来 刚刚的 我只是先让各位知道一下 资料先丢到S 它下载一下 还先放在这个S变数 那再来的话 我先去找什么 找那个 就是用instr去找 从哪边开始找 从开头 去找有没有这个东西 就我刚刚找到那一串 然后呢 如果它不等于0 意思就是说 如果有找到的话 那我把它分成 第一个 我先找什么 找第一个区块 第一个区块的位置 基本上先找开头的 这个是我找开头的位置 找结束的位置 找后面这个东西 然后后面用mid 去真正去切割 OK 那切割的话呢 再去 i star 加48 就我刚刚讲 把那个头去掉 然后尾巴 剪掉头 再扣掉48 因为 它还有一段 那一段也不能算 这样的话呢 就刚好可以 切到我要的东西 我把它丢到 s data 就是我们刚刚看到 那个资料了 那最后的话 再往下找 把i star 再往后 也许让它加48 吧 然后 再那个 把资料丢到哪里呢 因为我将来要丢的 丢的位置 基本上就是 这个地方 b栏 c de 所以有四个 分别是b c de 那列的话 是从第四列开始 所以呢 我这边 基本上我的i 是等于4 那分别写好一个之后的话 底下的程式一模一样 把它改成c 改成d 改成e 意思就是说 反正我抓到一个 然后呢 我就先放在b 下一个放在c de 那下一个 那就没有了 所以i++ 换下一个 就是下一列 就帮我换下一个 下一个下一个 直到全部抓完维持 应该可以了解那个逻辑吧 其实这逻辑非常简单 而且 这样的逻辑 很 一体适用 其实我用这个方法抓了 不只是我刚刚讲的 其实用java或者其他语言 的逻辑都一样 也是一样把这些资料 全部抓下来 放在指定的储存格里面 所以我把那个 最后再写一个清楚 清楚 所以细节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 另外还有一个 就是说 这个 这个字串 我怎么知道 有46个 其实很简单 Ctrl加g 这边教个一个方法 Ctrlg 你print 有没有 print就问号 你打一个line ln ln 然后你把这个 字串贴上去 哪个字串 就这个 假设我要算它的长度 Ctrlc 然后你把它 前后记得 加上一个双引号 然后用ln 去帮你算一下 Enter 46 当然你不要傻傻的 自己一个妈妈妈 数数 46个 有的多 有的少 不用那么 不用那么辛苦 其实这个 这个是一个 很简单的诀窍 OK 反正 这个我的逻辑 其实就很简单 我只是讲 第一个先把整个 原始码抓下来 第二个 用fine去找到 你要的关键的东西 它一定会找到 前面的 这个 这个就是 在HTML里面 所谓的它的标签 它的那个 因为一个储存格 一定是TD 一个TD 一个TD结束 结束一定会有斜线 那我就这样的方式 一个把它抓下来 最后来test一下 其实test的话 你可以按那个 要不就是 这边设个中断点吧 比如说这边 设个中断点 OK 把它跑一下 跑到这边 停掉了 那这时候呢 你会发现 i star 1 这个S就是 整个网页里面的东西 那找找看 一定有 一定有的话 按那个8 它就会进到里面 那先帮我抓美元的 那个 再打错了 现金 不是现金 现金买入部分 那它就是 去搜寻一下 这个 这个东西的 位置在哪里 然后帮我存在哪里呢 存在i star里面 找到了 15 109 它其实还蛮快的 我发现了 然后呢 再找一下and and找什么呢 它的头 它的尾找这个 它的头找这个 所以你可以设定一个 最好是不要重复的 你只要越长 它越不会重复 td找到了 td在哪里 15162 然后呢 你再去做 切割的动作 切出来 放sdata 31.02 那以后如果 你实在是 有些地方 当然你要 重新自己写过 可能它有点难度 我是建议你拿我的范本 去稍微改动一下吧 至少改会吧 然后呢 至少跑一点东西 而这个其实不只是 可以做 做这个台银的官网 其实任何 你只要是 你想要抓的网页 通通都可以把它抓下来 只要是网页 这个s其实就是模拟 模拟浏览器 只是说我们没有办法 像那个浏览器里面 把一些格式 弄太棒亮亮的 但是抓资料 绝对没问题 那一个一个把它切出来 切完之后的话 我把它放在什么 放在b栏 放在b底下 31.02 换下一个 31.562 依此类推 就把资料再往下 OK 然后依此类推 全部都把它执行 所以到底都一样 所以全部执行 下载完毕了 OK 那利用这样的方式的话 可以快速的 把这些资料 全部抓下来 当然不只是这些 如果你有兴趣 也许你可以去找 什么聚恨网 或者是其他 有关外汇的相关网页 那这里的话 我把刚刚的程式 放在这个底下 所以请各位再稍微了解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我也把最重要的那部分的画面 做截图了 如果你对那个网页的部分 假设比较陌生的话 我还是建议你可以 就是要不要找一点 简单的HTML的相关书籍 了解一下 HTML 其实这是网页 只是说因为 我们一般做网页的时候 也许就是会用一些工具 像什么Juneweaver 你可能都图形化界面 但是还是有必要去了解它的原始码 因为我们最早写网页是 都是原始码 都是打这些东西 所以对这些东西 一看就很熟悉 但是如果你不是经历过 那个历程的话 恐怕你看到这些 可能就会 会很痛苦 不过慢慢慢慢 其实它一定有规则性 你大家了解一下 比如说 它的HTML网页结构 大概是什么 那另外的话就是 有哪一些可能你要注意 不过如果你 还是需要花一点时间 如果说 网路上其实还是有点 有关的那个 相关的资源好像蛮多的 像你要学网页设计的话 好像什么W3School 网站其实还不错